你还在吵架减肥吗 这三类女生越瘦越丑 第一类 看脸型 方形脸 零形脸 眼颊太瘦会凹陷 嫌老嫌刻薄 眼颊有肉 饱满幼态 嫌年轻 第二类 看五官 嘴巴凸 眼窝凹 太瘦会眼窝深陷 鼻鼓嘴加重 老气横丘不好看 脸上有肉 五官立体更好看 第三类 看风格 甜酷风 清冷风 肉肉太多 太断食 鲜细苗条更显气质 甜美风 淳郁风 太瘦显老气 身材有肉更显清晨可爱 你属于哪种呢 冬天不瘦身 第三月重胖蹲 学会这三招 教你一个冬天 瘦城闪电 一 操起一杯温开水 清理肠道超通肠 从此甩掉小肚腩 二 戒掉奶茶 不吃零食 用苹果火龙果的高纤维水果代替 养颜又瘦身 三 晚饭吃到七分饱 拒绝高油高糖和油炸 饭后抢根蘸一蘸 甩掉这肉无负担 你学会了吗 别人都是巴掌瓜子脸 怎么我变成了果子脸 这三个快习惯 会让你的脸越来越方 一 爱嚼口香糖或者尖硬的食物 药剂变得越来越大 久而久之吃成了果子脸 二 习惯口呼吸 会下巴后缩 下颗线消失 渐渐挤出双下巴 变成大饼脸 三 随着年龄增长而发塞 发塞是年龄增长 脸上的肉肉下垂造成的 初抗老安排上 经常做面部提拉运动 做回精致小微脸 你学会了吗 好讨厌穿内衣啊 穿上胸部超明显 上体育课跑步乱晃 还会被同学笑话 走路都不敢直气哦 可是你这种紧身小背心 不仅太勒不舒服 还没舒服轻轻期胸部的发育 而且你知道吗 就算当下上身合适 但是随着胸部发育 内衣没有及时更换的话 到时候造成胸部下垂 扁平 外扩 可有你哭的 那青春期的内衣 到底该怎么选啊 学姐这就教你青春期 如何穿对内衣 轻松舒适 不尴尬 首先我们的胸部发育期 可分为三个阶段 8至12岁萌芽期 这时候可以穿 免制面料的小背心 可以减少摩擦 保护胸部 13至15岁来到了发育期 胸部微微隆起 这时候就要换上 弹性好且舒适的内衣了 如果还继续穿几身小背心 小心发育不良 腹入驼背的问题找上你 16至18岁成熟期 胸部开始发育增大 就可以穿五缸圈或软缸圈的内衣了 大胸可以选择承托力强的 有缸圈内衣 总之都要以舒适贴合为主 哇 自意动作不屈数 青春期就是这么自在 为什么大家都在涂防晒 只有我晒黑了 还SPF50的防晒呢 你怎么那么没用 萨瓦尼卡 凶什么嘛 我是国外牌子的防晒 国外跟国内的防晒标准值是不一样的 我虽然写的是具有50倍防晒值的 可是放到国内检测 可能只有25倍的防晒值 是你买的时候不搞清楚 怪我了 这就涉及到防晒行业的秘密了 在咱们国家 防晒产品属于特征产品 而且SPF值和PA值 要经过十分严格的机器检测和人体检测 在备案系统上能够查到的防晒产品 一定都是具有同等功效的 原来防晒霜的水这么深呢 学姐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防晒呀 求问你 既清爽又水润的口感非常不错哦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真爱防晒 我是一个单眼皮 我不服 为什么现在人人都爱刷眼皮 都是眼皮 分什么高低贵贱 难道眼皮多就了不起吗 你闭嘴 你一直说话 我都贴不好刷眼皮贴了 你以为我会让你得逞吗 小悠 你的眼睛掉皮了 我不和了 小眼皮 你给我等着 我换成了超老过的纤维刷眼皮贴 是吗 怎么又看 我都不太焦了 好 这是你逼我的 我要去做刷眼皮 我要拥有真正的刷眼皮 这就叫被贫穷限制了想象 就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相爱相杀吧 不 熬夜追剧一时爽 你只熬夜一直爽 汽水配辣条 生活乐逍遥 已经这么晚了 睡觉 你们也还要约会的 啊 我的脸 怎么办啊 学姐 明天没发现人了 同意 吃辣 吃甜食 还不洗脸 你不长痘 谁长痘 长痘不可怕 顶着尴尬都出门见男神才可怕 吐血痘了 哇 真的耶 哇 也会泡汤了 哎 谁让你那么晚才睡 我是一个百变小手指 换美甲的速度 堪比穿剧变脸 昨天填眼法是风 今天碎钻四星空 喂 主人 隔壁大梨都贴了华贵璀璨的祖母绿 我要贴上最夺目的南非真钻鸽子蛋才能比过它 给我十点劲 我花了大价钱买的就是你这种服务吗 闪粉多来点 我要成为夜晚中最得目的星辰 哇 我太美了 别吵吵了 我现在挖鼻孔都费劲 涂面霜都涂不利索 冲马桶都摁不下去 哎 没办法 这就是美丽的代价 如果觉得不方便的话 可以选择做短款美甲 做美甲不要过于频繁 不然指甲会变脆弱变薄 就会 啊 我 我的大三石 我的指甲 怎么断掉了 我骑拉罐的时候力气使大了 不好意思 别人洗完澡是出水芙蓉 而我洗完澡 原型地露 洗澡步骤不对 怎么洗都白费 学姐教你正确洗澡 就能变得又瘦又美 第一步 先洗脸 洗澡的热气可以打开毛孔 这时候不洗脸 细菌会趁机进入毛孔 引起痘痘和鼻孔 第二步 洗四肢 把水温调至40摄氏度左右 来洗手臂和腿部 是可以减肥的哟 第三步 洗中间的身体部分 时间不用太长 20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轻轻松松就消耗200卡路里 最后一步才是洗头 头发在蒸汽中受到充分滋润 打开毛孔片 这时候洗头 头发可以更好地吸收营养 更利于头皮健康 洗澡洗得好 男神追着跑 有没有不花钱的变美方法啊 照顾一下贫民学生党 当然有了 这两招零成本变美法 赶紧学起来 一 环境湿度 江南出门女 正是因为环境湿润 皮肤才会软嫩嫩 北方的女孩们 可以在干燥的室内 放盆水 尤其是晚上睡觉时 可以放在床边 家里开工条 很暖气时必备 一觉醒来 脸部紧绷 很滋润 二 舒畅心情 心情会直接影响 我们的面色 是有科学意境的哟 经常生气的人 真的会变丑 每天多笑笑 心情舒畅 面有心声 整个人都看着 阳光又漂亮 轻松变美 不花钱 再也不用 靠许愿 不是吧 我昨天十点就睡了 怎么眼圈还这么黑 想要清黑眼圈 要先判断 自己到底是哪种黑眼圈 第一种 血管型 一般出现在瞎眼前 用手指按住黑眼圈 轻轻下拉 黑眼圈颜色会变深 或者变浅 第二种 色素型 这种黑眼圈 通常会成环绕状围住眼睛 就像熊猫眼 第三种 起构型 将眼周皮肤向外眼角方向提拉 发现黑眼圈颜色变浅 黑眼圈不可怕 只需按照不同类型重点护理 快赶跑黑眼圈 一起逆袭闪亮双眼吧 同样是学生 为啥他们可以这么漂亮 学生党变美 不用愁 叫你四步 蜕变成笑话 一 校服 小心机 衬衫校服 叠穿毛衣背心 脸毛卫衣 配运动校服 青春有活力 胸针不天 小徽章 凸显小俏皮 二 气质好体态 顶胸收腹 头抬高 端正体态 提气质 拒绝二老腿和寒凶驼背 让你阳光有着际 从小美到大 三 逆袭漫画脸 每天养头绝嘴 练习二十次 按摩咬肌一分钟 受处上镜小微脸 四 涂抹身体乳 每天涂全身 人群中最白最淡的 就是你 你们还知道 什么变美小技巧 快来分享吧 哇 他的睫毛好长 好像洋娃娃 就像自带眼线 好羡慕 学姐教你这三招 养出纤长浓密睫毛 不化妆也能变电眼 一 用茶水涂在睫毛上 茶叶中的茶兜芬 可以助长毛发 让睫毛变得强韧纤长 三 维生素E胶囊 扎破 用棉棒涂在睫毛根部 可以帮助纤长浓密睫毛哦 你学会了吗 什么 就一定是小长腿吗 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大长腿 快来一侧就知道 首先照着镜子力征征征好 手腕贴紧腿部自然下垂 腕线过当超伙腿 骨口过当正常腿 拇指过当小短腿 小短腿也不要焦虑啦 如果瘦腿和穿搭 可以拉长腿部线条 改善比例 妈 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大姨妈呀 你不要过来呀 我才14岁 我还要长高呢 即使大姨妈不影响身高哦 大部分女孩来了第一次大姨妈 还是会长高的 只是长高幅度会下降 大姨妈前的22个月 是女生身高的突长期 白过大姨妈之后 会进入还长期 怀疑自己平直长根的女孩 可以去医院检查自己的骨骼线 有没有闭合 没有闭合 长高都还有机会哦